以前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 你愿意知道吗 我不愿意知道 我也不愿意 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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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在某个时刻曾经想过重启我的人生 想过 没有 没有 有 没有 没有 衣服压的 没有 我认识 他们离不开自己的那个生活半径 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有的 对于外面的世界的那种渴求 大家都是对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的 想要开心一点 想要阳光一点 后来慢慢慢慢这个阳光把我真的焦透了 我也被他真的改变成未来的那个遗憾 哎呀 青春啊 打算回去再找人过个家家二斤 青春太美好了 真的是只有真诚 真实性的 假定性的 它就是特别的动人可爱 越认真越开心 不能越感动 小文化应该是生活中非常日常的一个鼓励 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吝啬把这种鼓励和奖励给予别人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反过来想 一朵小文化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场很美妙的梦 获得一些新的力量 如果能够无法做到他 甚至已经精神是的 这很难看 很难看 那不我 哪能够也不慰冷 很多年后 我会不会使用 这只要有一个 写真 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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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银行 一二银行 1 2 antwortto 给大家来正式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座位排列 以导演为中轴 这边是一架 这边是一家 大家今天重新聚到一块 是因为电影送一朵小红花 马上就要上映了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要叫这么一个名字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从小到大 只得过一张奖状 是这个白米跑第三名 小初高没拿过奖状 幼儿园没得过小红花 总体来讲 就根本不是个积极分子 就是他那个台词 你就把你的那个人生的 影射在这个身上 我记得那时候 你跟我讲过一个 你在那个学校门口 等孩子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他们 好多孩子往外走吗 你说就是我们给 奸喜的那个造型 就让你想到了 你接孩子的时候 就是你每个班里面 都会走出这么一个孩子来 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很消极 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可能很叛逆 他根本就不热衷于 参加任何事 老师也不会那么 去关怀他 去注意到他 每个班都有这么一个人 倩喜拿小红花多吧 就是那种小笑脸啊 小红旗啊那种 我是那种很听话的 就不跟老师对着干的那种 就是医学期下来 也不怎么发言 就是某个小透明 我小时候特臭美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自己买那种小贴纸 然后贴耳朵上 贴这儿 贴这儿 贴那儿 老师不给咱自己贴 所以我从小的 我的概念里边 就小红花那种东西 就特别高高在上 根本拿不着 我想就是 把这个概念给拉下来 它就应该是生活中 非常日常的一个鼓励 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吝啬 把这种鼓励和奖励 给予别人 当我们习惯地 送出我们所谓的奖励 所谓的小红花时 我觉得这个世界 会变得更好 我们两家人 大家就想 2020年有什么 你看到的场景 让你觉得 哇 真的应该 送你多小红花 我前一阵在 那个样艺村 那个第五大道 我给我孩子去买 买那个笔啊什么的 我就开着车 往门口收费走的时候 三个大小伙子走过来 然后就指使我那车 我在网上看了 大量这种 就是什么诈骗 然后就说 哎呀 先指使你的车 然后那边去开你的门 你得小心这样的 我把车停下来以后 我就说怎么了 他说 哎 你那个车前面挂了一什么 我才意识到 我可能开车 有可能是个锥筒 有一个回来 就把那个锥筒给我拿走了 笑了笑 哎呦 我突然瞬间觉得 那个男的可帅了 其实特普通的三个人 所以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想 你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人的精神疾病特别多 就焦虑啊 抑郁症啊 我觉得跟整个现在网络 就是这个社会的信息量特别大有关系 所以我通过这个今年我就想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人人要传递一种正能量 小黄黄不就在说这个物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刚刚听我妈说高速什么 我就突然想到 从青岛去咱们拍戏那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后备箱撞了一堆的行李 可能是压到什么衣服或者怎么着 车那个后备箱的盖儿不知道什么都开了 高速上的时候开很快 旁边一个小轿车 就追上来狂摁 对 狂摁那个喇叭 然后我当时还录着相 我说看那两个人 就是好像是认熟人一样 就想打招呼 认错人了估计 然后我们还没理 就往前继续开 后来摇下窗户 然后就跟我们指着后边 然后回头一看 我那个东西都就马上就要掉了 然后说谢谢 说好美 今天也碰到一事 就是我去一个地儿按摩 但是我找不到地儿停车了 然后我就把我的车停在一个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别人的车位 但是当时空着 但是我就停完车去 我就在车上留了一个电话 就防止万一人家回来 可以打电话挪车 然后就在那儿 碰就电话就响了 就说我车白号 说这是你的车吧 我说是 我以为是车主过来 要让我下去挪车 我说你稍等 我马上下来给您挪车 结果他说 你下了一趟吧 我把你车给撞了 你下来 其实也不是很严重 就是刮了一下 当时我还挺感动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在现在发生 反而会让人很感动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现在大家需要什么 其实需要的就是 任何事情 以它的应该的常态来发生 并且大家在发生的过程当中 都保有善意 所以这就叫送你一朵小红花 努力发现生活当中 值得送小红花的人和事 并且不要吝啬大声地跟人说谢谢 这种善意是会蔓延的 我一直在想一句话 就是雪崩石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就是 我觉得反过来想 一朵小红花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你一个善意的一个触发 改变了一系列的事情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有可能那一朵小红花 你那一丝善意 就改变了很多 原本应该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你又要出这么要额子 我小了一下 虽然咱们走不出这个城市 但是还是可以提供一点不一样 我觉得它们俩真的是超级真实 就是两人在过家间 然后过得又非常的真诚 我觉得这个真诚是不容易做到的 像我们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总有天会死 但还真诚地活着一样 我是青春啊 就是打算回去再找人过我家家的 我会演得好 你凭什么光夸你家闺女 还是我儿子演得好 她的都不错 这种过家家拍不好 会让人觉得很傻 对 是 会露怯的 但是就这一段完全没有那种感受 就跟老夏说的是觉得青春太美好了 也会被各种感觉 就是它真的是只有真诚 而且能看到他们对那个生命的那种渴望 我觉得我们反正就认真玩就行 越认真越开心 观众越感动 年轻人老说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没有机会 他们离不开那个自己的那个生活半径 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这个年龄的孩子 应该有的那个对于外面的世界的那种渴求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过家家式的来体验这个感觉 其实是在讲这两个年轻人的无奈 就是他们在最滑稽最好的时间 碰到了我们都不愿碰到的这种疾病 其实我们很早就在拍 我们开机好像没多久就在拍这个 开机就拍了 我们感到这个场景 就一开机就在拍这个蒙太奇 他俩就是相当于很快就要去 把那个非常嗨的状态去演出来 我一直觉得其实 就是这段戏就两个人只要演嗨了 我觉得什么都对了 因为这个他们演得越高兴 我们结合前后文去看去想 你的心情会越沉重 这场戏之后呢 紧接着一段 就是我们体验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事 女孩提议说 那我们体验点老年人的生活吧 就把它拽进了那个广场里边 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块跳 那首歌叫《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赶紧体验一下老年生活 快点 我们老太说 这个老艺术家不爱变老 但是对他们来讲 变老是个奢望 就是韦一航那句台词 我能不能苟到老 我都不好说 我觉得没有比一个年 一个年轻人说出这种话来 我觉得是非常扎心 我们都不想变老 但是其实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讲 我能不能活得老 不知道 就是他们那些都是奢望 都不敢去面对 所以紧接着我们通过这个 过家家之后 直接把它拉回到现实里边 我们不过家家 直接你去体验 正常人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在老头老太太 在一些大叔大妈之间 中间跳那个广场舞 对他们来讲是 无比幸福的一件事 因为平常之前都是看那个 别的跳舞广场舞的人们在那跳 那次是亲自体验了一下 对于马小远和韦一航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就是被马小远拽过去的 然后当下心境 其实就是 我是在观察马小远 我在想 我们未来能不能到这个地方 我们跳广场舞那天 神来之彼是在于 他放的第一首歌 就是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这个不是你设计的 不是我设计的 当那个歌的学生一想起 我觉得 我说赶紧去买这首歌的版军 一帮老年人正在跳的 却是十八的姑娘一朵花这首歌 然后这两个孩子 又是十八九的孩子 冲进了这个人群 冥冥之中 我觉得就是 我们要用那首歌去表达 我们对时间 对于变老 对于生命的一个感受 和一个态度 我们拍的时候 那广场吸灯了 我们只能自己用灯 把那广场打亮 那个灯打出来 有一种现实中的血液感 我突然间 就被那种血液感动了 两家都有一个得病的孩子 所以这两家人 有什么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老马 我们是单亲家庭嘛 他妈也跟他一样得了病 在年轻的时候就 生完他就去世了 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 结果孩子也得了这个病 所以老马 他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坚强 他又当爹又当妈 然后还在当小丑 他还在一直有这个 所谓正阳光的东西 在这家里面包裹着 还抽 今天第一个儿 老马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你 也就是说 他经常得装小孩 也就是让这个女孩来 主导这个家 让孩子来感觉 这家里缺不了我 你看我一缺了 一离了我 我爸 对我爸 你看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家必须得我撑着才行 甚至有点荒诞的 有点小孩子气 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行 其实这个是他的大幸 他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希望能让孩子能够真的长大成人 所以还是得积极地活着 我觉得其实在这样 有这种孩子的家庭 其实他都有一个贡献 就是都是痛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那个积极乐观的 给孩子爱的 那个高度是一样的 但是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 也是因为这两个家庭的 那种 教育孩子的方式不一样 对 导致了马小远的性格 其实很主动 其实相当于是说 他像一缕阳光一样 照着了 韦夷航就一直缩在一个洞穴里 就这缕阳光打进这个洞穴 慢慢韦夷航试着往外走 这些作用归根结底 说在歌上 其实是老马代表 是的 其实宇哥有很多的表演 就是宇哥总在说 我这样演过不过 我觉得应该过 这个爸爸不是个演员 这个爸爸不会把那种打机器演得那么自然 他就是很突兀 我觉得突兀就对了 正是因为他的那种突兀带给这个孩子的那种暗示 就是我爸都这样 这个我还怕什么 我就应该是出去就是面对一切 所以你们两个也都是病友吗 脑子有病 不同的也是因为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 导致性格不一样 你的行为举着呢都不一样 一开始对他的方式肯定是不接受的 后来慢慢慢慢这个阳光把我真的照透了 后来这吕阳光也真的消失了 我也被他真的改变成 未来的那个伟一航 其实我感觉伟一航他也是属于 他想要把自己打开 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怎样把自己打开 大家都是对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 都是想要开心一点 想要阳光一点 所以他们俩相同一点 其实就在于大家都是想要积极的面对生活 就是马小园他也是个骇物 再怎么样积极 他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崩溃了 其实就是无论你得过多少小红花 无论你多么积极的想去购这个小红花 当有一天告诉你 你没有权利的得小红花的时候 你一样还是沮丧 这个信心要你也要靠别人去帮你购建 这个时候伟一航站出来 去帮他构建他的 就是说呼唤了 对 这个是一个相互引导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探讨了一个 极其具有朴实性 但是极其深刻话题的电影 今天大家能够越来越直面这些话题 谁都知道躲不过 最起码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讨论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用快问快答的方式 来回答关于生命课堂的几个话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能提前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 你愿意知道吗 我不愿意知道 我不愿意知道 我也不愿意知道 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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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一个人给的答案是你想知道 纯好奇 明年还是几十年以后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好奇 知道了那也就正常过呗 过一天十几天 你不知道也是过一天十几天 除了千玺 大家都说不愿意 第二 有没有在某个时刻曾经想过重启我的人生 想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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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有 雅琳哥你想重启那段 因为我这个前几年父母都没了 突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活的都是错误的 就我的三观 包括我的工作全错了 就我觉得对父母亏欠太多了 就我觉得我应该重新来过 好好当一个孝子陪着他们 一生 工作 什么都不重要 不重启 不重启是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苦的 再重启依然还有酸甜苦辣 你不可能再起过来以后就全是甜 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最有价值的是 在别人的遗憾和他的当中去吸取 这就是增加了你自己的智慧 是的 你看我妈妈这一段不是身体不好吗 我就很着急很难过 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来了 如果你被灾难打倒 它就是个灾难 如果在灾难的过程当中 你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 所以我现在每天给我妈洗脚 在洗的过程当中聊天 传达 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的皮肤 她的腿 她老了 她的皮肤那种干燥和她那个 所以我就想自私的来说 不给自己有遗憾 就我刚才其实犹豫了一下 其实我是想的 但是我很快就把这个 想的面倒 对 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下都是在重启 就是我为什么刚才犹豫了 其实 谁不想过重启 我相信可能一百个人都会想过重启 你说人这一辈子 你说你哪件事我干的都没有后悔过 我觉得你找不出一个人来 一定每个人都有想重启 但是你回来想想为什么我感受不想 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当下都是重启 也就是我们的心其实像书鸡一样 为什么叫心机呢 也就是说什么叫浪子回头呢 什么叫放下屠刀 我说你每一个当下只要 你回头就是重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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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改变未来的唯一方式 就是重启现在 就是从现在开始 离开世界的日子 要不要知道 每个人都愿意讨论 因为这些问题躲不堪 其实都是小洪花 会向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这部电影其实是聚焦在两个家庭下 由家庭的这个半径扩大到了众生 大家辛苦了一年之后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走进影院看这部电影 去走走心 挺值得的 这个戏呢我觉得 它很温暖 很感动 它其实里边也有很多 很有趣的 很幽默的 很幽默的 然后有青春 有亲情 有爱情 还有好多的人生的感悟 我坚信 送你一朵小洪花 一定是会被你记住的一部 国产好电影 不能是唯一之一 电影跟书 其实它应该是一样的作用 就是都是给人提醒 给人当个镜子 这部电影 能够让大家去 在2020年这个不寻常的一年 在电影院里面集体 可以对自己重新有一个照见 悬目自视 看看接下来的生活 大家怎么样再去面对一个新的未来 其实大家在片场也都很 很专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都希望把这个电影拍得好 然后拍得就是深入人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 希望大家跟着自己爱的人 和爱自己的人 进电影院里面 获得一些新的治愈的能量 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场很美妙的梦 获得一些新的力量 电影靠的就是大家看 你只有心里面 特别柔软的地方被波动了 那样的电影 才有可能是你心里面的好电影 送你一朵小洪花 也许有能够波动你的那个地方 送你一朵小洪花 先好来我先画你 哎它是有毛哎 这啥呀真呢 哪里有枝啊 四叶草吗 你说四叶草啊 这才四半五半是花 我只不想你画你 好画吗 好画吗 大胆妈妈和她的 好 好吧 是 哎 几半个来着 你说一遍你说五分 我最后给大家画 老马 老马 你儿两个 这个浩存肯定画得好 因为这系列浩存就有了 千玺给导演画旧画手背 画了一个副这个很像啊 就接戏的 那副里的像 对啊 你看 一模一样的 哇 我发现人的这个肌肉 是有裂好几面的 还愿意送我回家 小眼花 小眼花 我也输过来 输过来也是 输过来好看 好 来 三二一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盖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 江里你走到哪儿 都不会忘记我啊 洁白入雪的沙滩啊 风平浪静的湖水啊 那些知识都欢迎了